今天的華視一郎 要帶你來關注國立台灣美術館 建館三十三年來 首次推動藝術作品修復活動 這次修復的是前輩藝術家 陳惠坤的畫作 同時也邀請藝術家的子女 回到美術館來 希望他們看到父親的畫作 會有回家的感覺 這個是我小的時候 母親與孩子視線對望 畫中流露出滿滿的母愛 看著媽媽懷中的自己 陳惠坤的女兒陳玉秀 露出感動的笑容 這幅畫對我非常的重要 是因為這一位就是我的母親 那這是我母親年輕的時候 畫中穿著紅白合身旗袍的母親 現在已經一百零二歲 陳惠坤不僅透過畫筆 畫下濃濃的親父之情 小時候與父親出門寫生 也是孩子最期待的時刻 我特別喜歡去跟我爸去 但是為什麼 不是因為我喜歡畫圖 而是因為每次畫完圖 中午那邊有一點海鮮麵 我非常喜歡吃海鮮麵 這碗海鮮麵讓當年才國小的陳忌平 跟隨父親上山下海也在所不惜 作品在我們這邊之後 我們希望藝術家家屬也把國立台灣美術館當作自己的家 國美館修復的不只是藝術家的畫作 更重建了作品與家人間的情感聯繫 讓作品的價值深深不息地延續下去 華視新聞全人亭 黃師涵 夏宇夜李奇廷 台中報導